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烂土 祂的心里有烂土 各位空中主流学观众您好 我是中法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宣章 今天我们要进入启示录第四章 我定位一个题目叫做 敬拜的威力 敬拜的威力 启示录第四章 谈敬拜 第一节说 此后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长老 24个座位 骑上坐着24位长老 三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 声音 雷轰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 如同水晶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火物 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火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四火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作业不足地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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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帝是习在金在以后 永在的全能者 每逢四火物将荣耀尊贵 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 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 坐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 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有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敬拜的威力 你读到其四章 离开第二章第三章的 世上的教会 马上第四章一抬头一上 就发觉四火物 24个长老在那边敬拜 就把前面二章三章的 整个忧虑通通放在脚下 到上面敬拜 一敬拜到第五章的敬拜 然后进入第六章以后的 七印 七号 七晚 教会 末世论 敬拜本身影响到教会论 影响到末世论 四章五章的核心是 创造万有的神 在人面前 在所有被造物质面前的敬拜 启示录的高潮是敬拜 读启示录的威力来自敬拜 真正的敬拜 真诚的敬拜 具有真正的威力 敬拜的威力 这个定位题目来思想 其实圣经人物神所用的人 往往从敬拜开始的 就像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 才决定末世论 也安定了教会论 真正的敬拜 往往带来了威力 摩西就是如此 摩西先到西乃山上面 被神感动鞋子脱下来 敬拜以后 下山行神机 骑士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 敬拜之后才有可能出埃及记 敬拜之后才可能有进迦南地 一样的情况耶稣亚 耶稣亚记第五章就记载 耶稣亚准备供耶路哥城 耶利哥城之前的时候 先在万君之耶和华的面前 先敬拜 把鞋子脱下来 然后才开始攻城 耶稣亚记得开始攻城的关键是 因为万君耶和华的使者 吩咐之下 耶稣亚先敬拜 敬拜带来的威力 耶利哥城就垮了 摩西敬拜以后 法老王的权柄就垮了 耶稣亚一敬拜以后 耶利哥城的城门 的整个城墙就垮了 一样的情况 以赛亚第六章 以赛亚在宝座面前 听到圣灾圣灾圣灾 结果他敬拜 自己觉得不配 俯服之后 才开始以赛亚的侍奉 才听到第六章九节说 我可以拆遣谁 谁可以为我去呢 因着以赛亚的敬拜 带来整个长期的侍奉 带来以赛亚本身的侍奉 彼得也是如此 彼得的侍奉 的威力 其实来自格尼撒勒湖 那个耶稣 在格尼撒勒湖 叫这个渔夫 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 他这个渔夫呢 整夜捕不到鱼 没有想到 是木匠竟然可以吩咐他 或许他会游鱼 你是谁 竟然管得到我这个渔夫啊 我是捕鱼的 我有我的专业的 我有了internet 我有了网络 我有了电脑 但是我整夜捕不到鱼 或许这个木匠 可以管我自己的科技 因此就开船 下了水深的地方 一步 王险些一破 鱼多的不得了 彼得呢 只好敬拜 主啊 我是个罪人 那个敬拜之后的结果 耶稣说 从今以后 你要成为得人渔夫 得人渔夫 敬拜之后 带来彼得生命的改变 带来的威力 也影响到教会 初代教会 三千个人 五千个人 悔改信主 保罗的侍奉 也是从敬拜开始的 大马赛路上的 追杀信徒的保罗 结果呢 看到了耶稣 主啊 你是谁 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主啊 我该做什么 敬拜之后 俯伏之后 这个逼迫 犹太教的 逼迫基督教的 犹太信徒 现在变成 被犹太教的 逼迫的基督徒 他的 侍奉的关键 是敬拜 真诚的敬拜 具有真正的威力 所有被神改变的人 不管是摩西 不管是耶稣亚 不管是以赛亚 不管是彼得 不管是保罗 敬拜带来的威力 启示录第四章 第五章 就讲敬拜带来的威力 因此第二章第三章 在教会完以后 约翰被提升 看到宝座上 帮助我们 你要学习敬拜的威力 敬拜 真诚的敬拜带来哪一些威力呢 第一个 零距离 零距离 focus 四章第一节 此后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 开了 约翰本来在看地上的 这七个教会 结果因为敬拜以后 看到天上 初次听见 好像吹号的声音 一敬拜 他的focus在哪里呢 宝座 安置在天上 一敬拜 被圣灵感动 就有看到宝座 安置在天上 这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就帮助约翰本身心 就完全settle 完全安稳 为什么 因为地上七个教会 可能受逼迫 受谁的逼迫 罗马皇帝 多米先皇帝 在祖后九十年 逼迫第一世纪的 这七个教会 其中第一个教会 还是约翰本身 所目的教会 以夫所教会 最后的是 老底加教会 但是呢 就在逼迫的 整个七个教会的信息 讲完 鼓励他们以后呢 约翰被提升 看到天上的神 宝座在天上 他恍然大悟 原来真正主宰宝座的 不是罗马皇帝 不是逼迫这七个教会的 罗马皇帝 而是坐在宝座上 创造万有的这个神 他才是坐在宝座上 人间的宝座都会过去 地上的宝座呢 通通会消失 苏东波所说 大江东去 浪涛尽 千古风流人物 我又约翰所看到呢 初次听见呢 那个宝座 那边是末世的主宰 所以所说 以后必成了事 是第六章以后的七印 我们以后会讲 但是他被提升以后呢 所经看到呢 并不是末世论 而看到的是整个宝座 因此他敬拜 敬拜第一个 你要调整的是你的灵距力 你要抬头 你要仰望 从哪里仰望 从地上 地上像什么 老底家教会 其实第三章 第四章的整个经文 连结的地方 就是两个字 宝座 我们看第三章是21节 得胜的 我要是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一同做 就如同我得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一同做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三章21节 这边提到两处的宝座 好像原来老底家教会 在受责备以后 希望他们能够被管教 发热心 悔改 然后耶稣说 看啊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 我要进到他里面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做席 然后马上把他们转眼上 看宝座 无非提顶老底家教会 这个拜金 看价格 看金钱 决定一切的世界观 能够凝聚到天上来 你要有敬拜 第一个 你要从你的价格观改变 要从世界观里面改变 要从老底家 被世界所捆绑 沾染到世俗 他们本来是热的 或冷的 的源头的水 却经过十里的 那个整个取水道以后 碳栓盖以后 腐蚀败坏 结果变成呢 不冷不热 一喝了里面 很多二氧化碳 就要从口中吐出来 因为被世界金银财宝 被他们的纺织场 被他们的 眼药的医学的发达 所迷惑 就离开真神的信仰 要被神所用 一定要 要敬拜有威力 第一个 一定要有零距离 你要从价格 明白老底家 有的价格 富足 发了财 好像一样都不缺 其实才发觉 他们是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有的钱 有钱能够使鬼 推磨的观念 是需要被 扩量被改变的 因为钱不是一切 价格不是一切 钱可以买书 买不到智慧 钱可以买床 买不到睡眠 钱可以买食物 买不到胃口 钱可以买 House 买不到Home 钱可以买手表 买不到时间 钱可以买血液 买不到生命 钱可以买 Insurance 保险 买不到保证 Assurance 钱可以买刺激 买不到平安 平安 钱可以买肉体 买不到爱情 钱可以买武器 钱可以买武器 买不到和平 钱可以买庙 买不到天堂 你要从世界观里面 改变出来 有零距离 往上看 学习约翰一样 约翰一样 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就看到宝座在上面 人间的宝座都过去 都是短暂的 那个零距离 把价格观 改变成价值观 甚至把世界上抓权 犹太教 撒旦教 包括 尼哥拉一党 用宗教 用政治的权 来抓 甚至要不逼破信徒 这个观念 power 权位的观念 改变成权位 这两个观念非常重要 从钱 价格 改变成价值 从世界上抓权 power 的观念 改变成权位 从权位 改成权位 那个改变 整个零距离 是你敬拜之前 要有威力 被感动 被影响 第一个关键 抬头仰望耶稣吧 抬头看约翰如何 观看天上的门开了 看到世界上的王座 通通是会过去 只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 不管是 巴比伦 波斯 希腊 罗马 不管是世界上任何政权 通通会过去 那个零距离 看所当看 才是敬拜威力的第一个源头 第二 透明力 透明力 读起思路呢 特别第四章 常常有个闪穴的问题 就是这个四活物 第七节 这四活物呢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常常神学的问题是绕在这个四活物是像什么 是谁 那因为这四活物呢 狮子 很像君王 动物的君王 也因此有人说 这狮子是在讲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个耶稣 马太里面 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 耶稣是君王 第二个像牛犊 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是人子 神仆 第三个人 脸面像人 路加福音把耶稣称为人子 第四个像飞鹰 在描绘约翰里面的神子 这四个角度来描绘说 那这四个活物不等于在描绘耶稣吗 教父之后呢 不管是奥古斯丁 不管是尤斯丁 不管是特土粮 那么特别是Origin 奥利根 就以为这四活物其实就对等到耶稣 因此福音书描绘的字就是这个 这四活物在描绘耶稣 就好像你到玛利亚怀孕的地方 在拿撒勒的地方 所说的The Church of Aranciation 那么天使告诉玛利亚降生的地方 上面就写了这四本福音书 等于在描绘呢 这四活物是不是指的耶稣 但问题出现了 如果是这么解的话呢 你会发解呢 这四活物呢 在这边是敬拜上帝 在第四章是敬拜上帝 因为第四章 他跟所有其他被造之物都是十一节说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是佩德荣耀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造的 而有的 这个四活物在第四章是敬拜上帝 但第五章 你看第六节就发觉 这四活物呢 五章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以四活物 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结果这四活物 结果这四活物在第五章 跟其他所有的被造之物 包括二十四个长老 敬拜的焦点 从创造的万有的神 转变到第五章是 Redeemer 高羊 大卫的狮子 大卫的犹大狮子的羊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羹 敬拜的焦点 转到羊羔 这样说起来的话 那耶稣 这四活物 第四章创造上帝 得神是他敬拜的焦点 第五章呢 他们来敬拜的是 高羊 主耶稣 弥赛亚 那如果这四活物是耶稣的话 那不是等于本尊 跟分身彼此对拜吗 彼此互相敬拜吗 这样说起来的话 四活物不应当是指的耶稣 不应当是指的高羊 否则他第五章就变成在拜自己 因此这样说 这四活物最要紧的是 他们是被造之物 最合适是天使 天使 因此整个启示的学者也都同意 应当离开早期教父的解经系统 进入了解 这四活物不是焦点 也是被造之物 其实它帮助我们了解 越了解四活物不是焦点 焦点是在宝座上的神 一到宝座上的神就发觉呢 因为这位神坐在宝座上 有碧玉 有红宝石 而且有绿宝石 围绕 很稀奇 你很只看到有宝石 有红 在描绘信使的神 来供应属神的百姓 但是基本上都适合绿宝石 碧玉 红宝石 来遮盖 那个坐宝座上的神 你很想知道坐宝座上的 卢山真面目 但你越靠近启示的第四章 你越靠近约翰所看到的上帝 你越看不清楚 到底那个上帝是长得像什么样子的 不像人家的庙 你进去的时候就知道磕了这个样子 但是只有第四章 你发觉没有任何的清楚描绘 到底上帝长得什么样子的 以赛亚书第六章也是如此 看到宝座有衣经垂下来 从来不描绘 那个宝座上长得什么样的荣光 以西节也是如此 所看到的就是所说的 启示文学的特征 把宝座上的卢山真面目遮盖了 原因是什么呢 从来没有人看到神 因为看到神的人都必死 他是上节烈火 因此你要到神面前的时候 你只能用这些宝石来遮盖 其实第五章就在讲 需要一个中宝 需要一个中宝 我们没有人可以看到神 你要到神面前就发现 你需要有透明力 你需要被洁净 你不配 你要学习以赛亚说我有祸了 学习摩西在敬拜的时候 把鞋子脱下来 学习以西节的时候 铺倒在地 其实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 铺倒在地 像死的人一样 在第一章十七节 你到主面前就需要 常常被光照 敬拜的第二个特征 就是有透明力 常常知道不洁净 因此再回到室活物来 非常精彩 室活物有个特征 遍体都满了眼睛 在第六节 第八节 特别描绘 室活物呢 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无非在描绘 这个是被造之物 彰显是创造万有的神 这被造之物所要彰显 就好像我们看到所有的动物 那通通是两个眼睛 你不要学习达偶的方式说 因为猴子变成人 你不如说 创造万有的神 创造的这些动物 用两个眼睛 创造人也用两个眼睛 因为同样的创造主 被造之物 彰显神的荣美 似活物 遍体都满了眼睛 无非反射天上神的荣美 或者是祂的属性 神的什么属性 无所不知 这遍体都满了眼睛 无所不知 神知道你的隐私 知道我的隐私 知道我的败坏 也知道你的败坏 你我都是罪人 因此最好能够有透明力 常常到手面前被洁净 知道自己不配 常常说我有祸了 像施洗约翰一样 看到耶稣第一句话说 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 需要有圣灵的感动 透明力 知道我们没有人可以看到上帝 人间都用其他的偶像来磕 以为那个是神 那个是木头石头磕的 真正上帝你不能看到他 你看到他的结果是死 你需要中保 你需要隐藏 你需要被光照 你需要耶稣的保险来洗干净 这叫透明力 里外透明 里面外面就不会鬼鬼乍乍的 里面常常需要能够弯弯曲曲 被砍除 被削减 教会时期非常有名的 就是最后的晚餐这幅画 达文奇 达文奇先画犹大 因为他出卖了耶稣 被画在里面 画完犹大的达文奇准备画耶稣 那他画犹大的时候 是带着仇恨 这个人拜金 价格观的观念 因此捆在里面 然后只是为了钱 把他们的救主 更年三年多的一个救主 把他出卖了 因此他带一个仇恨来画这个犹大 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达文奇准备画耶稣的时候 就发觉 他画不下去 因为他里面不透明 他里面对了犹大里面的 一些不满仇恨的心情 来画耶稣就发觉 他怎么画都不画下去 画不下去 因此求主的保血洗干净 干净以后再来画耶稣 赦罪以后又透明了 才来画耶稣 这叫透明力 你我如果不干净 不能被主所用 若不圣洁 没有人能够建主 需要耶稣的保血 敬拜的第二个特征 就是凌聚力之后的透明力 第三 持续力 continuity 持续力 这四活物 我们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们都是昼夜不住的说 圣灾圣灾圣灾 主神是习在今在以后 涌在的全能神 持续不断的 四活物 被造之物在天上只有一个任务 长期不断的敬拜神 长期不断的侍奉神 从长期持续力 持续不断的 要被神所用的人 一定要长期不断 continuity 长期不断的灵修 长期不断的祷告 长期不断的敬拜神 能够不停止聚会 尽量的去侍奉 持续力 即使在困难当中 继续持力 侍奉当中继续持续力 有一个姐妹写信给格里汉 说格里汉先生 我的先生 我给他祷告十年 都不信主怎么办 格里汉回信 continuous 继续 第十一年 写信回来 感谢神 我先生信主了 还好他前面 第十年祷告完以后 十一年没有停止 继续祷告 这叫continuity 你要侍奉要学习 这是佛为了 作业不住的说 圣灾圣灾圣灾 长期不断 别人可能离开 你继续侍奉 别人可能受逼迫以后就跌倒 你就继续侍奉 这叫持续力 持续力 拿破仑呢 在供一个瑞士的一个小岛的时候 一个小山的时候呢 那个城里面的人就知道 我们一定完了 怎么办 投降也不行 或许拿破仑会继续供我们 那个城叫做Fedrick 没有想到呢 拿破仑供小岛 供这个小山的时候呢 山上的人呢 牧师站起来说 今天是主日 安息日 是复活的主日 复活节 所有人通通敬拜 因此不管拿破仑 拿了灵 然后大家到教会里面敬拜 拿破仑以为 这个城里面的救援道了 因此呢 撤军 持续力 每一个主日继续敬拜 这叫持续力 最后 感染力 感染力 第九节 每逢四伙物将荣耀尊贵权柄 感谢归给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在宝座面前敬拜 四伙物在中心 二十四个长老在外面 内圈 更靠近宝座的 因着敬拜的缘故 感染到外圈 内圈 影响到外圈 外圈的敬拜 是因为内圈本身的敬拜 内圈不敬拜 外圈就不敬拜 教会的领袖如果不洁净 信徒不洁净 教会的领袖不持续 信徒不持续 教会的领袖不敬拜 不洁净 就影响到外面不洁净 这个叫感染力 教会的领袖核心 如果不洁净 就不可能有感染到别人 你不能期望下面的人继续跟从主 除非你有感染力 你本身先坐 问题是教会常常最败坏的地方 是领袖 衣服最败的地方 领袖跟袖口 你要被神所用 要有感染力 要常常想到你不洁净 因此常常求主的领 感动你 改变你 引导你 赦免你 你有那个感变感动 然后才能感染到周扎的人 为什么教会不复兴 求主帮助我们这些领袖 先被洁净 你没有感染力 因为你没有常常到宝座面前 说主啊 赦免我 帮助我 让我本身被洁净 才有办法感染到后面的人 因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 因此求主感动你 当领袖的 洁净 透明 感染 让后面的人跟从我们 从我们生命看到 看到耶稣 来一起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 到你宝座面前 常常知道 把眼睛定睛在你身上 也常常持续不断地祷告 有一个透明 保险的遮盖 更要紧是 让我们生命流露出来 彰显主的荣美 叫后面的人 看到我们的时候 看到不是我们自己 而看到你的荣美 因此归荣耀给你 把这个感动力 试给每一个看 我们 个TV的人 叫你的心意 得到满足 这样祈求感恩仰望 来敬拜你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愿上帝厚厚的祝福您 平安 再见 她的心里 有难途 她的时间 无错 无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她的心里 有错 她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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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心里